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下之光明正大,爱你 第37集,大补汤,傻无赖的路易 同情一个男人 是女人不幸的开始 姚依依经常告诫今夏,可以和男人风花雪月 可以和男人谈情说爱,但是千万不要同情一个男人 一旦升起同情之心,那么终究会万劫不复 而今夏呢? 此时正在走向万劫不复的道路 想着路易童年时的遭遇 他忍不住心疼起来 对他而言,父母感情一直不好 所以,父亲出轨另取 这些事情他早已看透 除了愤恨之外,不会产生其他的感情 而路易和他不一样 在他的心目中,父母一直恩恩爱爱 他一直是被爱滋养长大的 突然有一天,告诉他这一切皆是假象 爸爸早就出轨了别人 一直恩爱的父母,忽然变成了仇敌 这对他而言,势必是致命的打击 想着他自己读心理学书籍 自己治愈自己的过程,今夏的心便仿佛就在了一起 生疼生疼 难怪他与其他男人不同,不喜欢逢场作戏 也不喜欢其他女人靠近他,竟是这个原因 正当今夏沉浸在路易的悲伤之中时 路夫人再度出现在了路易的家中 这一次的他,和上一次不同 他神色兼词爱了许多,将买的补品交给了刘妈 主妇道,这些补品你炖给袁小姐吃,有助于备孕的 刘妈微愣,小声提醒道 夫人,陆总和袁小姐暂时还没有想要结婚的想法 给他们吃这些好吗? 刘姐,你只管按照我的吩咐去做便好 我和你说啊,他俩都老大不小了 早晚都得要小孩 有些事情不能由着他们的性子来 嗯嗯,好,都听您的 刘妈不好拒绝路夫人,只能硬着头皮给今夏熬补汤 路夫人的心思,今夏怎会不知晓呢? 只是,她不想和她正面刚 有些事情,笑笑就能解决的事情,何必与人撕破脸呢? 杨凤因为,何尝不是婆媳相处小妙招呢? 对今夏而言,你让我喝补汤? 我尽管喝便是,反正会不会怀孕这件事情的主动权在她 若她不想生子,谁也奈何不了她,哪怕那人是路易 今夏逐渐地适应了路家的生活,很快便和路家的保姆、司机打成一片 不仅如此,现如今路夫人对她亦是充满了期待 前情敌淳于敏亦是视她为崇拜的对象 不得不说,她的交际能力一向很强悍,交际汉匪,说的便是她吧 这一日,今夏一边喝着补汤,一边和刘妈话家常 忽然,电话响起,是吴妈 今夏立刻接听了电话 只听见吴妈哭泣地说着 吓吓,怎么办?您先别着急 发生了什么事情? 月月在卫生间晕倒了,可她醒过来后 却又不让我送她去医院 这几日,她脸色极其地差 我问她,她就说没事,不让我管 可我真的担心她的身体出什么状况 你别着急,我马上回家 今夏挂断电话,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家中 此时的吴月,正躺在床上给顾客回复邮件 今夏走进屋内 无奈地说着 你这样我觉得自己就像万恶的资本家 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 吴月笑笑,淡淡地回到 顾客比较着急 我把合同修订好,发给她就好了 走,我带你去医院 我没事 不用麻烦了 没事会晕倒 别听我妈夸张 我不过是晕了一下子 很快便醒过来了 没多大的事情 可能是最近没睡好 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必须带你去医院查查 今夏坚持着自己的意见 语气略有些强硬 我真的不想去 那我叫私人医生来家里 你是想让吴月知道你的状况呢 还是想要和我一起去医院 今夏没有给吴月拒绝的机会 而是给了她两个选择 言外之意 若是去医院有什么难言之隐 她可以帮忙隐瞒 若是叫私人医生来家里 届时可什么事情都瞒不住了 吴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气得嘀咕一句 还说不是万恶的资本家 就知道威胁人 今夏笑笑 不理会吴月的吐槽 直接按两者她去医院 并且将吴一拦在了家中 以免她太过于紧张 今夏将吴月送到了医院 她本以为她是操劳过度导致的贫血 却万万没有想到她居然怀孕了 吴月如同犯错了的孩子似的 坐在病床上 一言不发 今夏站在她面前 一脸担忧地望着她 两久 方才问道 孩子的父亲是谁 吴月双手紧紧地握着床单 倾金抱起 貌似并不想谈论这个问题 是你前老板的吧 这段日子以来 她一直都在纠缠你 是吗 吴月神色异常 台眸望着今夏 见瞒不过她 便微微点了点头 那你呢 是怎么想的 是否想要告诉她 其实 今夏还想问这个孩子 你打算要吗 可话到嘴边 终究是没有问出口 不会告诉她 这个孩子我也不会要 吴月面色略有些惨白 看上去有些累 可言语间却异常坚定 可见 她对那个男人 是有多么的失望 这件事情不是小事 三思而后行 今夏小心翼翼地规劝着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一个不被父母爱的孩子 不该来到这个世间 吴月垂着头 弱弱地说着 看不出她的情绪来 好 我尊重你的决定 也会陪着你 谢谢 只是 能先不告诉我妈妈吗 我怕她担心 做完手术 你可以暂且去我 另一套房子休养 我会告诉吴妈 你出差了 谢谢 不要和我说谢谢 不管你信与不信 我一直把你当成 我妹妹来看待 在这时间 我早已没了亲人 吴妈对我而言 便是最亲近的人 在那个男人面前 你不必气短 有原家给你撑腰 你怕什么 将来 不管你嫁入谁家 我都会给你 被一份丰厚的嫁妆 惊吓的一番话 使得吴月备受感动 她抬眸 一脸感激地望着惊吓 惊吓 惊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说道 不要想那么多 我雇了一个护工照顾你 就算这个孩子不想要了 也要等明日再打 我先回家安抚吴妈 你放心 嗯嗯 好 这一次 吴月没有再道谢 她默默地躺回了床上 心中五味杂陈 说不出的难受来 惊吓因为吴月的事情 搬回了原家 一来 她要照顾吴妈的情绪 二来 她始终觉得自己 住在陆家 不是那么回事 这正好是一个契机 不知为何 身边的朋友 接二连三的未婚先孕 使得她心底有些烦躁 这些男人 只顾自己的一时爽 根本不顾女人的心理所需 和身体健康 简直是太可恶了 想到陆夫人 一直在给她炖补汤 言外之意昭然若揭 她本想着无所谓 就当补身体了 生不生 反正她做不了主 可眼下 她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既然自己不想生孩子 那么就不要误导老人 免得到最后 收不了场 这样也挺好的 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中 随心所欲 想想自己与陆毅同居 这个决定 倒是有些鲁莽和掉价了 带陆毅知晓 今下班离陆家 已经是两天后的事情 刘妈见事情不对 将此事告诉了陆毅 陆毅气得打电话 凶了自家妈妈 为何要做这么不合时宜的事情 陆夫人被儿子怼得一脸黑线 发誓在管她的事情 就不幸菜 陆毅指责完自家妈妈 又立刻给今下打电话 赔礼道歉 今下笑笑 解释着 不关阿姨的事情 是我家里遇见些事情 我才离开的 可陆毅哪里信呢 出差回来时 立刻奔向了原家 企图接今下回家 今下无声叹息 望着一脸真诚的人 艰难地拒绝着 我家里真的有事情 先不跟你回去了 以后再说 什么事情 我帮你解决 今下瞥了一眼 吴妈 回道 我不方便说 你别闹了 快回去吧 然而 陆毅直接耍起了无赖 敲起二郎腿 悠哉地说着 既然你忙 那我就留下来陪你 正好我不忙了 啊 今下一脸震惊地 看着陆毅 不敢相信 这话居然出自她之口 你不想 我留下来吗 今下哪里敢实话 是说 连忙摆手 不是的 想 当然想 那就这么定了 吴妈 看着打情骂俏的两人 连忙道 那我给陆总收拾客房 陆毅淡定地拒绝 不用麻烦了 我住她房间 吴妈 瞥了一眼 惊吓 见她没有拒绝 便拾去地笑着离开了